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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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 开源之下也是组织了几场线下的活动 还有一些高校的校园行 那我也是陆陆续续地在这些场合呢 分享了一些关于开源之下的一些进展还有发展 然后呢 现在呢 第四届开源之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中期阶段的流程 然后呢 在这基础上呢 我们可能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然后在这里呢 也是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然后呢 我今天的分享呢 主要可能就是分为这几部分 其实主要就是开源之下的一个介绍还有发展 然后再就是说我们所做产生的一些思考还有努力 那首先呢 是开源之下的一个介绍 那在这里呢 我用的一个小标题是在开源之下连接更多可能 那开源之下呢 其实是2020年正式发起的 那2020年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很了解 但是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现在也从很多的报告里面有阅读到开源呢 在我们国内的发展已经经历了那个破土期 破土期 萌芽期 然后非常快速地进入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这个阶段到现在来说呢还是在继续地维持的 然后呢像软件所它也是长期的非常关注国内的开源软件的一个发展 包括我们在这个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也是在那一个阶段呢 软件所提出了对开源软件供应链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定义 那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开源软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的动词性的 还有就是审名词性的一些关键词呢 全都包含在内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关系网络 那开源软件供应链所面临的这些风险的问题 那可能比我们单个的开源项 开源软件所面临的问题是更加庞大的 然后也是难以解决的 那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呢 人家所应是在一直做一些尝试 然后包括建立了一系列的设施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手段 那作为其中一环呢 就是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其实今天我在听各位老师说报告的时候 大家都有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 尤其是我们一些人才 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一些顶级人才的一个缺乏 那解决问题的根本确实就是在人 那怎么通过人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首先是要把人集聚到一起 所以说作为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就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和挖掘 那这也就是人人所在这里呢 就提出了开源软件供应链点亮计划 它其实点亮的就是人间供应链上一系列的暗点 也就是风险 那由人来点亮 那怎么去吸引这么多人或者是人才加入进来呢 那人所便没有将这个曝光的局限于现在 我们现有的这些开源项目里的一些开发者或者维护者 而是将眼光稍微放远一点 就是更年轻的一些潜在的力量 也就是高校学生高校的开发者 那于是开源之下活动也就正式的发起了 那简单的说呢 它就是一项长期面向高校开发者 主角高校开发者 然后呢是开源项目开发活动 就是这个活动的主体内容 那开源之下呢 是正式集结了国内外 比较活跃的或者是新兴的一些开源社区 这些开源社区呢 在开源之下发布 适合学生进行开发的一些项目任务 那学生呢 在我们社区开发者 也就是开源之下导师的指导下呢 是完成项目开发 然后将自己的结项成果 贡献给社区和入导社区的仓库 然后完成这个项目 也就算是结项 但结项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更多的 开源社区还有开源项目的一些联动 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良性循环 那这是关于开源之下的介绍 那具体来说呢 开源之下的它的组织方式是这样子 因为开源之下 它其实每一届开源之下的活动周期 是比较长的 几乎是贯穿了全年的时间 那一般每年春节过后呢 开源之下就会正式启动 那在接下来一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是社区报名参与还有就是上线项目的阶段 那开源之下一般能够过来 可以通过可以报名的社区呢 是公开运营了半年以上 并且保持着比较持续的同约度的社区 然后呢 然后进入之后呢 就在开源之下通过给项目那个明确的要求 还有产出要求来发布这样的任务 然后供学生去选择 那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呢 就到了学生报名和申请的阶段了 那这一个阶段通过一系列的沟通交流 还有计划书的撰写 然后再就是对申请的这个匹配 然后产生重选学生 那重选学生产生之后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每年的七月到九个月的时间 也是这个项目的开发阶段 像现在已经是八月中下学了 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的项目开发工作就结束了 那项目开发结束之后呢 那就进入到结项考核的一个阶段 结项考核呢是 开源之下来 它是必须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成果 是以PR的形式合并到我们项目 所在的社区仓库 因为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仓库链接 那提上去之后呢 在跟导师的沟通交流 包括社区开发者的交流下 进一步的去完善这个PR 然后直到它合并进去 那在十月三十一号之前 我们的PR合并进去之后呢 这个项目就算结项成功了 那包括是导师也好 学生也好 都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项目 那这又是开源之下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活动流程 那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年了 开源之下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小步或者大步的前进着 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在活动的进行过程中 还是在不断地取得了一些很小很小的进展 那回顾我们这四年来的这个数据呢 大家可以看过这边有罗列 那在2020年的时候作为探索第一步的开源之下 就正式发起了 那这一年呢是我们和四十二家 当时已经是在国内比较小有声誉的七十年 也包括很多像阿帕奇的社区 建立了合作联络 然后呢上线了有三百百十八个项目 同时呢就是有二百四十六位开发者 作为导师也参认进来 因为我们在第一届第二届活动的时候呢 一位导师他是可以同时指导三个项目的 那到后来我们会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看到学生数据这里来的时候 那当时我们是通过邮件报名和申请的方式 有来自一百二十九所高校的两百多名学生参与进来 然后呢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 2020年的时候 开源已经在国内非常的丰盛水气了 但是很明显这组数据告诉我们 可能开源在高校里面还连破土的阶段都没有达到 后来经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回返 或者是跟同学人在做沟通交流的时候呢 那这些学生其实有相当一部分 他们可能已经在自己的科业之旅呢 已经是自己去尝试做一些开源的项目 加入到一些社区 或者是说已经参加了像GSOC这样的一些国际赛事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经验的 那作为国内这样的一个相似的活动呢 可能是范围比较广的 那他们确实是把握了这样一个心机的 那我其实我这两天在复盛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就在想其实在这之前 有没有面向高校学生的活动 其实是有的 但是每一个活动可能都是砸出来一个小水花 但是后来我们就想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水花聚一聚 做成一个海浪的形式往前推一下 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首先有这样一个活动的存在 我想可能很多开源社区它是很欣喜的 它是很开心的 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做一下开源的项目 我可能会看到一些很棒的一些开发者 然后真好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到第二年的时候呢 更多的开源界的力量加入进来 像开源社啊 开源思火啊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一些很热情的一些开源界的一些老师 还有包括更多的社区也都加入进来了 那从这一组数据我们看 都是成倍的增长 包括参与的社区 包括上线的项目 包括参与进来的一些社区的开发者 都已经是成倍的增长了 那热情都在海大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学生 非常的开心 那学生也是一个成倍的增长 那我们就很欣喜地看到 那这个海浪的推动确实是有用的 我们可能会卷了更多的沙子 往上推推 然后推到给他们一块广阔的一个天地 那这一年呢 我们可以说是 其实开源在高校也是进入到了 农牙的一个阶段 可能还要散出来一些小枝叶这样子 那这么多的 而且这个时候呢 就是不光是国内的学生参与进来 也有一些国外的学生 也注意到这个活动也加入进来 那这里面肯定包含 就是有很多社区的力量的存在了 他们的推广 然后使国外的一些学生 也知道这个活动 然后也有机会参与进来 那这两年 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压力了 因为今天就是我们是 可以说是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届的活动 但到了第二年 我们没有想象到这个数字会翻得这么多 它其实从我们的 它这个数量其实是有一点超出我们平台的载量的 然后呢 我们确实感觉到了压力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非常的欣喜 非常开心我们目的达到了 然后呢 但是我们再去回顾我们这些所做的这些项目 还有就是这些学生 它的流传的时候 发现它是分析不起的 就是我们在前两届的活动 是把这个上线的项目的数量 还有就是项目的要求是 完全的主动权都给到了社区 那社区它想象的项目都OK的 然后呢数量也是 但是他们如果有什么需求的可以直接提过来 那我们发现 那后来学生他们做的怎么样了 其实有很多中途旁路的学生也有 那在这里投课请说 其实中途旁路的等式也是有的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交付的关系 我们觉得这样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那没有达到我们真正的效果 它的价值在哪里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后续的这些延伸的系列的价值 要怎么去体现出来 所以到了2022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做了 我们可能是 首先是从这些项目着手 在这些项目里做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那首先是数量上的要求 我们不能说是非常三面的 就是你想上多少就想上多少项目 并不是说我们社区真的需要这种 可能就是想占个名额或者怎么着 然后再就是说对项目本身 必须有明确的项目描述要求 还有就是产出的要求 一个系列还有就是成果的归属 都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那所以在这一年呢 我们依然是有一百多家社区进来了 但是是要在我们结合了 就是这个社区的自身的情况 包括网界参与推荐之下的情况呢 做出了一个系列的不同的项目数量的匹配 那这一年呢是有502个项目上来了 然后这一年还有就是一个改变 就是说每位导师就只能知道一个项目了 那可能也是为了希望让导师更多的精力 能够把这一个项目做好 把这一位学生带好 那所以有502位开发者作为导师加入进来 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对这个标准 就是结项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时候 我们其实对学生的参与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 但是结果确实让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依然是有这么1800名学生参与进来 而且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之下呢 最终学生的这个结项率并没有比前两年低 其实是持平的 都已经达到了85%以上 所以说这个数字让我们觉得 不仅是参与的学生多了 而且学生的明显的这个开发的质量 它是不所提升的 那这也是我们取得的一个进展 但然后呢我们在2022年结束之后呢 对一些社区还有学生又做了一些回访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学生他们在社区 他们在结项之后有没有继续参与社区 甚至说有没有在社区里面 那个取得一些成绩 那这个结果其实也是 对于我们说是比较好的 后面我会我会有一组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学生他在结项之后呢 他是如何是继续留在社区 然后包括他们的持续开发 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身份的晋升 这样子 然后呢在2022年这样的一个规则 可能稍加完善 然后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是顺利地完成了 那到了今年第三年 我们还是延续了2022年的这个活动机制 这一年呢其实怎么说 我们也有在社区层面也有一些变化 其实有个别的一些连续三年参与的社区 可能由于什么可能有些出海的计划 或者说是商业化的计划 然后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去做这样的活动 然后他们没有继续参与 但是同样呢有很多新兴的项目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没有那么的有名的一些项目 也加入了进来 包括有一些是个人发起的一些活跃的看见项目 也都加入了进来 那依然是有133家社区加入了进来 那最终呢是上线的593个项目 那这一年呢学生这一块 又数字上我们还是说 就是这块学生参与的这个数字 虽然是高校的增长没有那么高 但是学生的参与量还是成倍增长了的 那这说明了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在局限于这个广顾上面 而是在这个纵向上也开始关注了起来 那我们学生的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那个鼓励 然后就是说 不光是 在这一年呢 就是整个学校的 我们也参与的这个地域的办法 也做了一个统计 以前可能是更多的是东湖高校 会更多一点 尤其是北京啊上海这家高校的学生特别多 他们一点都不缺乏这个机会 而且他们特别善意去寻找这些机会 但这一年呢就是我们发现 就是像一些西部高校 也有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加入了进来 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也很满意的一个点 那今年有504个中选项目正在开发进行中 那我们 我其实我我我个人来讲是对今年的这个机会成果还是充满信心的 那这是这四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展示和反应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学生的这个高校的地域分布还有教育背景 包括这个有一些海内外的高校的分布 那这里我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是 我们今年在参与的开业之下的这个211和985高校的一个占比其实是明显的还是比不安的吗 我们也要提升的 你看那个985其实只有一所梦想的有参业的学者 那然后包括这个学理然后这两年这个硕博的比例也是明显的提升了 然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个结项率上能够体现出来学生的开发质量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学生的专业背景还有就是教育背景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OK 那这个是这三年过去三年已经结效了一些成果 那这个这里想讲的就是说2022年的时候呢是有984条合入的PR 然后呢在其实这984条的PR里面呢后来我们在追踪的时候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怎么说呢这984这个数字本身来说对于学生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让他们去完整的体验了这一个开发流程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就是相应的成果的应用 它不光是在社区里面多数仓库 那可能在后续的社区的发展或者说是更多的场景还有企业的应用中呢也是有存在的 这个我们开实际上也是现在正在做一个样营的那个报告 后面我们可能会把它发出来可以跟社区老师一起看一下 然后再就是关于这个角色的晋升 甚至是生活贡献就我前面有提到 截至到2022年的那个结项之后呢 我们对APAC社区的同学呢做了一个那个回法 就是说是到2022年结项之后呢 已经有220多位学生晋升为这个Mazor 这个数字应该是保守的数字 因为有一些社区层还没有及时的反馈过来 我出目预估可能现在这个数字也是30多了 然后有两位那个Skywalking还有就是API6的学生的PMC member 这个也是当时是在那个圈里面 还是引起了一些不小的一个反响的 那包括像其他社区里面也是不断的去 输送了不同等级别的那个开发者这样 OK 这个就是一些我们合入 PIR合入的记录包括一些后来随着那个不同的版本发布的一些记录 都是有学生的代码在里面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去创造一些机会 让学生那个他们的成果 包括他们本身被更多的人看到 虽然APP能持续多很久 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的光可以散得更久 对吧 然后像我们开设一下它是其实开工了 是有两个专栏 一个是人物专访的专栏 还有一个是项目经验分享的专栏 人物专访呢 之前呢是以学生为主 像一级学生 包括我们现场的家属 然后包括一些 现在在 已经是在社区里面很活跃的 包括是可能做一些比较重要角色的一些学生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也是像做了一些那个导师 现在也开始陆运陆续做一些导师的专访 然后我现场如果说是 因为也有开设之下的导师嘛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学生听到导师的声音 然后他们的 对于导师的一些看 学生参与开员的一些看法这样子 然后包括学生他们自己 像我列出来的不是全部的 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在前两届的时候 在开设之下是有了一些比较出色的条件 而且后来呢还是持续在社区里面贡献 然后到第三届 第四届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位很成熟的导师了 那我们用学生的力量来带动学生 我觉得可能比外界很大声的soul会更有效 所以说这些学生他们一直也是在 不管是在自己的社区还是在开设之下 都在发挥着延续的一些价值和作用 那学生他能够得到什么 参与开员之下得到什么 我在以前包括现在有这张PPT里面 我一直是把这个放在第一位的 后来发现有错 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做了一个 对于学生参与开员之下奉献的 他们的动机还有首要的收获是什么 这个有 但是是排在这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学生来说 可能我以前是没有那么透彻的看好 看过这些学生的一些想法 他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直接冲着这个来的 而是这个 这个是学习新的技术和知识 以及结识到很多资深的开发者 他们是把这个放在了首要的位置 包括他们的 它有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收获 首要收获也是 这两个是排在了最前位的 这个其实是让我觉得 我这开业之下做的事太有意义了 真的是 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地方 可能说是你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 或者没有深入学习到 没有实践过的一些东西 你在这里有机会去选择很多种 很多个项目来去实践 然后包括区别之间 你可能平时并不会很直接去交流的一些开发者 能够有这些沟通交流的机会 甚至是建立一个长期社交关系的一个机会 那包括后续对他们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一些帮助 都是学生们非常的看重 以及后来他们亲身实践了的 那像那个开业之下我们在能够走到第四年 而且还走得还不错 目前来说还有很多人给我们赋予了更多的欺赞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离不开 就是我们所有开业之下的很多朋友的一些知识 像今年开业之下我们组织了这种正常的一些限量活动 还有一个高校的活动 其实都不是凭借完全体系的开业之下的一个人来组织的 那像现场的Rick 然后加树啊 Mikey 还有Richard老师都有参与我们就是机场线下活动的组织 真的是组织 然后呢 还有就是包括一些那个一些心得的分享这样子 包括我们进入高校的时候也是像我们现场 所以我们周老师也当时参加了我们一场那个高校的活动 那个那个分享 那其实这一步一步走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一个人走的路的话确实 哎 你走的挺顺畅 但是一群人的话可能带动的地方会走的更快更好 走的好像可能也是更加的准确这样 然后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开业之下 这让开业之下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已经出现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平台这样子 那离不开这两百多家开业社区一直以来 对开业之下的知识 那像这些开业社区他们设计了就是 诸多的比较热门的或者前沿的或者是小工 或者是大众的一些开业技术方向 那这些东西的存在 其实是给了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生不同的选择 所以说有可能作为一个这种课班出身的学生 那你在开业之下总会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或者是自己的发力点 那接下来可能在接下来的路 我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庞大 会合作会越来越深入 那我还有就是我的 接下来就是我的一些思考 那我刚刚其实我所描述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都很乐观 都很积极 都很向上 那我这里呢其实有一个数据 简单的统计了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在对前三届 就是都参与过开业之下的学生 来做一个温泉会访的时候呢 在已经毕业的学生中呢 结项后还能够继续去参与那个社区贡献的人员的占50% 那他们有 这其中有29%的人呢 已经成为了社区的一个长期的维护者 然后呢 而且呢他们有31%的人呢 是发起了自己的开源项目 然后呢 这 他们之间人呢认为自己能够很好地 维护好自己这个项目呢 其实 那个 特别认同开源之下 对他们这个项目很大帮助呢 的占比呢 其实达到的是89% 然后包括说是他们 因为已经毕业了 已经就业了 他们觉得开源之下的这个经历 对他们就业特别有帮助 这个人员占比呢 也是达到了86% 那这些学生他们的就业方向呢 主要还是以软件和信息技术类的为主的 那在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呢 结项后继续参与到社区贡献的人员平地占 百分之61 那他们这些学生中呢 作为社区维护者的身份的人员占比 是百分之三十 和营业的学生都差不多 发起自己开源项目人员占比呢 是百分之39 然后呢也是有百分之85的同学 认为自己开源之下的这个项目经历呢 对自己的这个项目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然后还有就是对自己的专业学习有帮助 也是达到了百分之85的占比 这些学生也是以基端基相关的专业为主 我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开心 哎 我觉得开源之下知识学他们有用 好好有帮助 后来我想了一下 那些没有参与到开源之下的 甚至是没有参与到开源的这些学生了 我回想了一下 当我在跟很多学生去做这个沟通交流 还有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专访的时候 我有问过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常备的问题 比如说你身边参与开源的学生多吗 你身边参与开源之下的同学多吗 知道开源之下的很多吗 这个答复其实是 并不是让人满意的 就是即使是现在 就是我们国家对这个开源的支持 力度非常大 包括对开源教育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 像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百多所高校宣布 开始设立这个开源相关的课程 但是一直到我上个月 在对几个学生进行专访的时候 我们问我说你身边的学生 了解开源的吗 参与开源的吗 其实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 然后更别说是去 可能跟深入去参与到这些项目的人 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反过来看 只要他们有机会参与进来 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那他们的收益可能就是非常大的 他们真的能把开源转化为自己 去学习去成长的动力 然后他们首先是利用了开源 那后来呢 开源可能是 一开始可能就是开源项目 可能是利用了他的价值 那慢慢的 他们可能是利用了开源 不代表他们的价值 给自己的一些 可能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功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 所以我就在想 其实我们如果说是 去培养人才 或者是吸引人才 那这条路还是很漫长 真的很漫长 就是我如果是被我眼前的景面 就是很漂亮的景象 迷住了眼 那可能就看不见背后 可能还是处于那些 跟黑暗的一些地方 包括或者说是我前面 有举到一个例子 我那个推起了海浪 或者沙士往前进 但是我可能忘记了 那前面一大片山滩 它是静止的 它并没有进到这个海浪里面来 那才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条 很任重道理的那个路 那怎么去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参与起来 让开园更多的走入学生 那像其实在前两年 在前两届活动的时候 开园之下呢 也是举办了一些周边的活动 像跟开园社组织的那个大咖说派员啊 然后包括像现在我们会主动的去组向高校 然后包括组织一些新压活动 更开放更自由的去交流 在我们的问卷调言中呢 当学生提出来一些建议的时候 很多学生提到了社区和导师 社区和导师 就是说在开园之下中 我们可能更多的不是希望导师 是在完成指导的这个任务 它不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导师也好 或者社区的组织者也好 或者社区的我们有很多很成熟的运营也好 能够带动他们 给予他们 就是说是在这个开园项目之开发任务之外的一些东西 他们可能想去接触更多的 不管是项目也好 或者是你这个社区里面的运营的一些其他的工作也好 他们其实是有兴趣的 因为如果说单纯的一个任务来说完成了 那确实就结束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可以延伸的一些价值 那这个对于学生来说 他可能就是 就是一个 就是一刀切断了 OK 那就结束了 但是有一些确实就是做得很好啊 你比如说前面那些 能够晋升为本社区的一些执行者 或者说是后来在本社区中一直做着承受的开发工作 到后来他可以去指导开园之下的学生来做本社区的项目 那这个其实我想他可能是跟这个社区的这个运营方式 主流方式 还有他的那个行为规范也好 或者他的社区价值的理念也好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就是导师在跟学生进行开发指导的时候 能够更多的去就开园本身 或者他们所在科学社区本身有更多的交流和启发 那再就是说是学生自身来说 如何在这个大团经济中受益 我觉得像每个社区 他可能有自己的goose perception 那学生你也可以在这个大团境里面去寻找这个goose perception 其实还是要勇于地去尝试迈出第一步 还是要大胆地去开口 大胆地去迈步这样 但是说起来很容易 其实很多学生可能就是迈不开那一步 所以学生带动学生的力量 那这个就显得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希望在后续的开演之下里面 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学生开发的导师 来带动身边的学生一起来参与 最后呢就是我们活动继续往前走 本身呢也是离不开更多的伙伴的帮助 包括我们社区 包括我们的高校 包括同学 包括很多社区背后的一些企业 那后面呢后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 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当然也非常欢迎的就是有公司或企业 跟人进行更多的一些合作 大概是这样 然后呢这个呢是开演之下的一些观众联系方式 这个是我的微信 大家如果有想进一步沟通的交流的那个想法 或者是有合作意向的话都可以在乎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老师为我们深度剖析了开演之下 这个项目整个的运营过程 然后我自己也是连续三年参加了这个项目 我想给这个项目打扣 就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 每一年项目的要求都更严格 学生的质量都更好了 我自己也收获到了我们预期之外的一些体验 然后也呼吁大家积极地参加这个项目来 为我们中国的开演员的教育事业 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想问一下三桌同学有问题了吗 其实我们专业复盖范围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要是从自己来看 还是会是那个参加器相关的 这些场面会更多一点 但是我们在浏览就是 用力建专业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少的歌专业参加的 因为他可能不感兴趣 有一些可能是自己的 甚至有一些被我们拒织门外的初中生高中生 对 我们现在可能就是 门槛都是比较年满十八个学校的高校学生 但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有一些高中生他们的负费能力 你们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天才上的 这个可以对吧 我们再想一下就能看这个表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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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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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想要问老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尖锐 如果不太礼貌的话可以不回答 对 对 因为谷歌三国课的也做得很成熟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项目引进的时候 有没有参考他们一些的思路 以及有的话 那我们的差异化的优势是什么样的 把它引入到我们国内的话 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定制化的改变 让它更适合中国宝宝的持续 对 对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听的太多 我确实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 就是 接见了这套词 因为它们确实太成功了 它就是一个标杆 它就是一个标杆 为什么 但我们 有了这样一个标杆 为什么我们还要做 因为 中国学生其实参与金额并不多 而且 而且就是 我们在 我们开始说就是 参考他们的组织模式 包括MV模式 然后搞进来 就是 引进 应该是引进的 然后就是 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 但是呢 我们在 刚刚我也有提到 在前两个活动 真的我们整体的难度 都不是特别大 其实我们 一开始就是想的是 让学生进来 让学生进来 就是让学生 起码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起码知道就是 他是怎么一回事 参与码员码员码员项目 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跟Gestalk的区别 可能就是 我们 我们可能 更加误会一点吧 应该是 就是就我们的 就是调研小伙伴 去做这个Gestalk平台的 一个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能 设置到的这个项目方向 技术领域可能 会更多一点 这样 可能我不知道 前几年的时候 应该是Gestalk是怎么一样 我们是拿了进行的 这个案例来对比的 然后就是 我们的差异化 但我们的优势在哪 我可以说 这个也不算是一个 这个很好 有一个优势吧 就是学生 他通过Gestalk平台之下 他能够更容易地去 把握一些机遇 或者获得一些激励 这个对于学生 说是 学生也是明明确确告诉我 就是很简单 更容易一点 他们有过 特别是有过Gestalk的 经历的学生 但是后来 我们为什么 也是做出了一些改变 随着我们活动的那个 进行呢 有一些海外的学生 加入艰难 这里面有一些是外籍的 参加过Gestalk的学生 包括一些印度的学生 我们发现他们真的很棒 非常棒 又卷又棒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反正 我们一个中国的这个学生 就是 就是 武功水平的中国学生 跟他们一样 就是能源校的那种学生 放在同一个项目里面 他们可能三天就会被 这些第一个学生干到 嗯 我今天说到了七个简单 有一个是第一个简单 常写的课 包裁来说 它就写的更加全面 丰富 很明确 它就算出了更多 对吧 是的 我们也有这个很明显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不能太蠢的自己的孩子 我们要去提升这个要求 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 基于很多社群在跟我们 哎呀 我们去年时候可以上这么多项目 今天就给我们这么几个名额 然后那个 哎呀 我们合入PR很麻烦的 这样子的要求 我们是根据 我们当前可能会能去做的 做到的一些 这个 我们前行的这个方向 或者这个领域 我们是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些规范 当然了 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但是 我们没有办法 对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项目 去做一个定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或者是 这样子的包装 这个是不是太可能 所以说 这里面也需要我们 导师和社区的这个 投入 真的 我们特别希望 社区的导师 能够更加的 重视 自己所指导的这个项目 还有自己所指导的这个学生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很好 我们给学生提了一个严格的要求 我们希望他能够比较 就是这些优秀的开发者 而不是说是 我混合了这个项目 我拿到一个讲究 我拿到一个证书 就OK了 那我希望你写到这样 就是包括你做了这个 前期的一些沟通教育 能够和人家相比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赢也赢的 踏踏实实 输也输得幸福可苦 那这个过程本身 那你可能 你获得的就不是说是 我后续的 那你其实就是自己所获得的这个价值 那我想阿帕西上 在认定这个学生为 勇者的时候 肯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为什么同期参加的这些学生 他们没有获得 那你说捐银行 或者说其他银行 它确实就是差异在这 差异也很大 所以说我们 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效果去走 但是我们会根据我们 现在图内的这个学生的情况 我们会努力 努力的去了解现在学生的这个情况 然后努力的是在他们县 去跟他们拔一拔 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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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谢老师 您还有问题吗? 我其实很好奇 像GISOC或者是金佳俄 都给导致钱 我唯一一个见到就是 你们那儿是不是的校目 还要给导致钱的 我想讲解一下 初中的时候 我们还是想给 国内的这些学生 主要是学生 开发者更多的机会 更加很容易参与的机会 因为我一开始 在PPT里面 收益的时候 也把奖金后来依问 我们当时可能就是会这样想 有了金钱的激励 可能大家的动力会更足一点 可能在短期内 能够让更多人感兴趣 然后加入进来 所以说我们在前两岁的时候 导师的奖金其实是非常高的 六千块钱吧 我记得一个项目 那是学生 那是学生 对 导师 五千六千 然后现在是 因为就是后来我们也是 也收到学生 就是一些导致 你们其实可以提供一些 五千块钱的项目 这样的话可能 对于我们想去巴授一些 真正想参与 写开源项目的学生来说 更有利 因为这样显得很纯粹 就没有赶金基地的话 那我们就更能知道哪些人 是真正想去做这些项目 那可能后续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会更加的植入主题 对 所以他没有说 你要把所有的都取消掉 我们一开始在那个提议的时候 那我们再做到第三届的时候 要不要把导师的假面取消掉 我们老板 不要 就怎么都不做了 不要 还是要给我们这个开发者 引领的基地的 就像可能他可能我们也会有 不同层面的考虑吧 那导师可能有其他的工作 或者不知道 本身导师也是在一个贡献的过程 或者是更多更多深入的 那我们想去建立这样一个 庞大的一个平台 然后去服务于这个工人业的话 那不是说靠爱就可以完成的吗 这样子 所以说需要激励的 可能不光是学生 那我们就 这些开发者也是需要激励的 可能这种激励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我们也选择了其中一种 那可能还有更多种也在拍手 对 我有个小见语 我觉得可以 如果针对余学画 可以给参与的导师和开发者 所有的影片 可以录下的T恤 对 对 那个 衣服的可能性可能不是很大 但其他的桌边 像包包啊什么的 我这边其实也是在规划的 或是其他的一些桌边 因为前两届 前 前两届搞衣服的时候 搞生法就把我们狗吐了 然后那个数据地址上 或者是能不能有个大会的门票 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 电子门票这样子 就像这种大会的门票 我觉得比数据的更适合 因为很多社区都会比数据 应该有的东西 可能有的东西 可能有的东西 大会的这种轮票的话 我看这个不太现实 但是如果像是 都会院或人家所上 主管的一些会议 那应该是 所以我们说如果说 就我们也是在 现在也是在 随着公盟的套纳 我们也是在寻求一些外国的合作 那如果说是 尤其以后 或是几个感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展开更多 有度的合作 这样子 是吧 我们热烈的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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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我们展开更多 把枽给我们成立了 一会儿 的了解 我们热烈的讨厌 你不客气 在这个立场 国议票里面 我也不客气 你不客气 你不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